夏天是很多海鮮的盛產季節 孕竹要帶我們來到 新北石門的附近漁港 在這裡的花蟹非常有名 不過享用豐盛的海鮮痛風餐之前 當然必須有點貢獻 今天孕竹他是體驗在水產攤 當一日打工仔 還有進廚房繞裡活跳跳的 龍虎石斑 觀眾朋友們 也可以跟我們一起學習 如何挑選新鮮海產的撇嬌 今天主播澳洲中 來到了附近漁港 要來體驗一日打工換餐 這水好冰喔 老闆娘這幾度 這個大概是5到6度 整個拿起來 對 就是這樣子 對 你看 好燙 嚇死 上來 上來 欸 好多石燒板 現在是卡到了是不是 每一天早上我們都會做這個動作 就是死掉的我們會把它挑起來 一個小時之內要把所有的海鮮 都是再全部再亂過一次 一個小時這麼多耶 對 對 介紹你我們有一隻 200萬隻裡面才有一隻的藍龍蝦 特級藍龍蝦 什麼意思 200萬隻只有一隻 好大 超大 你看 超大 這是200萬裡面才有一隻的藍龍 特藍龍蝦 就是它有200萬隻裡面的機率 才會有一隻這個 全部都藍色的是不是 對 對 它全部藍色 你看它很漂亮喔 很漂亮耶 你看 它的黃也很漂亮喔 對 對 真的是有點 有點恐怖 你要客人跟妳買螃蟹的時候 妳要 我要怎麼介紹嗎 對 對 對 是不是很重 很重耶 對 那就代表這隻螃蟹有肉 妳可以拿起來看一看 它的腳有沒有掉呢 它看到我怕 我看到它我也很怕耶 有 有 有 很重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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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還沒看 有啊 有啊 來 老闆娘心裡想說 這個打工仔怎麼那麼難用啊 我們繼續這樣挑下去 可能我們八點要下班了 這個不會動的我可以 貓起來 然後看它嘴巴有沒有合起來 對 對 這個 對 這個不行 它嘴巴開開的 今天一定把它賣完 如果沒有賣完的話 這些都要給龍蝦吃 這邊龍蝦最好命 它的聲音是 很脆的有沒有 它沒有那種 啵啵啵的聲音 它是 啪啪啪的聲音 它是好的 麵包好新鮮喔 好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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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花枝小baby長這樣耶 好笑 其實形狀是有了 它每一個軟裡面都有一個像那樣的baby耶 八個禮拜從這個裡面軟 呼化出來 但兩三年來已經長得像它媽媽那樣子 這麼大隻 對 大顆裡面才有肉 龍蝦吃這個耶 它只吃大顆的蛤蟆喔 很多耶 吃很多耶 要敲破是不是 對…要敲破要敲破 龍蝦吃播秀 它那隻就在吃了 有沒有… 它已經在吃了 傳說中的章魚哥 撈出來就可以了 來 出來吧 開始 對 它走好快… 沒想到一日打工在攤位 可以跟這麼多樣的海鮮做互動 雖然我被牠們的活蹦亂跳 嚇得不輕 但這也才證明牠們夠輕 總算工作到一段落 痛風餐老闆娘大放送 讓我挑選螃蟹 蝦子 章魚 貝類 但想吃還差這一步 看我這個專業的裝扮 我們現在已經進到廚房來 要來料理 剛剛抓著那一隻魚 刮魚鱗出體驗 然後它頭的地方還是有魚鱗的 所以你要用那個刷子 再把它刷乾淨 對 會怕 對 血水 對… 我要崩潰囉 只能說桃海人真的很不容易 從賣海鮮到進廚房 都是體力和勇氣的搏鬥 主播完成這道清蒸龍虎斑 已經沒力了 剩下的美味 我們就交給專業師傅來料理 哇 今天主播辛苦了 對 他還要打工 還要殺魚 然後我們今天我幫你們介紹就是花蟹 然後還有我們會結合那個貢寮的九孔 九孔 對… 花蟹 小章魚 對… 避風堂草蟹 它是帥我們的餐廳的招牌 好奢侈喔 對 一定要預約 不然吃不到耶 滿滿海鮮味在嘴裡大爆發 真的好幸福 貝類的甜 螃蟹 肉質細軟 龍蝦肉Q彈有酒精 今天的打工換餐 真是超級值得 在附近漁港吃飽喝足之後 再把滿滿新鮮的海料打包回家囉